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以資奈米是常鱸單位 米的話,m是米 奈的話就是死的負九 死的負九 他們英文的單位是有規則的 m的話代表死的負三 他們都是以一千 數量級,一千一千這樣上去 mu,這個叫做為米 這個就是為 這是好,這是為 死的負六 再來是奈 奈的話是死的負九 再上去的話就死的負十二 再上去的話死的負十五 意思類推 這奈的話是死的負九 那m的話就是 這個 mini mini就是死的負三 micro就是負六 那既然這樣的話 這個一奈米 是等於死的負九 之方奈米 所以我就曉得一米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死的九次方奈米 是等於死的九次方奈米 這個呢,死的九次方就是 死的八次方就是萬萬 萬萬的話呢 就是億 所以這個等於十億奈米 一公尺等於十億奈米 不過還是用英文 英文來那個解讀它的話呢 會比較有規律 用中文解讀它的話 有時候會要記一堆東西 那你用英文解讀它的話 就不用記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呢 他說 他說是以科學記號回答下一個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銀奈米 銀奈米 是等於多少公尺 那這死的負九嘛 所以是死的負九次方的公尺 然後再好看呢 第二小題 他說470奈米 等於多少公尺 那奈米的話就是死的負九 所以470乘以死的負九 米嘛 然後是4.7乘以死的二次方 所以4.7 那2加負九就負七嘛 乘以死的負七次方米 都有好看 那3 那3 2 超級負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